一筆財竟在運通 那到底這個盤是不是不能做了 好 沒有關係 這東西待會兒我會 一一的跟各位去做解說 如果你看我的節目夠久的話 你會發現到 我們近期有跟各位講 之前好像前幾天之前 我們就已經在規劃 整個12月份的走勢 我不知道你還記不記得 我那時候跟你講一句話 我說12月份有一個關鍵點 這地方這關鍵點要稍微注意一下 如果說這關鍵點 如果說沒有手穩的話 當然對整個台北股市的整理盤 它會拖得比較長一點 所以到底12月份該怎麼規劃 等一下來跟大家做解答 OK 我們先來看今天的盤 指數找盤還開個平盤附近 結果開平盤附近 它就一路下跌 最低跌124點 現在稍微留一點點的下眼線而已 就跌100 就跌108點有沒有 好 我們看一下 成交量目前945億 今天大跌 今天看起來算大跌 可是台北股市有沒有爆量 沒有啦 今天大縮盤大概就是1100多億 所以可見了 今天的盤是到現在為止 還是呈現一個 還是處在那個什麼 量縮整理盤 所以11月份到現在為止就這樣 你說指數空間很大沒有 漲跌空間不大就是走區間 有沒有 但問題這個區間 到底有沒有機會突破 還是說這地方會跌破 那到底這個牌要怎麼看 好 各位我們仔細看 其實台北股市今天會跌有幾個因素 第一個就是昨天摩台結算 我之前有跟各位講過 每次那個月中附近跟月底附近的時候 台北股市有兩個結算 所以那個時間點他都會去動全肢股 你昨天結算完了 所以全肢股休息 所以你會發現 今天台灣50走到這個時間點也是區間 也是區間 不過也沒有什麼太大爆量 所以台灣50休息 那當然你會問我說 老師 那台灣50休息 難道今天為什麼全肢股都不拉一下 對 現在下影線流不長 最低跌124 現在大概跌115點 為什麼那下影線流不長 是有原因的 因為今天感恩節 昨天美股休市了 今天晚上的美股 大概只開半天的盤 所以外資也在放假 所以你會發現到 整個台北股市如果沒有外資的話 那真的差很多 所以這幾天外資休假 所以全肢股也沒有要動 再加上一個重點 在哪裡 就是川普昨天簽香港法案 那市場是認為 跟那個貿易談判 應該沒有什麼太大的妨礙 不過市場總是會有存疑 對不對 那也沒有看到美股開盤 所以這幾天 它大概都是比較偏整理的盤局 那當然台股 那後面的走勢該怎麼看 好 我跟他說過 到底香港法案 簽了之後會不會對 美中貿易談判有問題 那到底要怎麼看 其實這個重點 我們之前在我們的Line Edge裡面 就有跟各位說過了 這個重點你要看哪裡 你看 11月11號 我就跟各位說過了 你要稍微去看一下日圓嗎 為什麼 如果國際政經真的有出現問題的話 我說那個資金會跑 往日圓跑 也就是說以日圓當避風港 好 所以我們就來看 今天日圓我跟你講 今天日圓不要說升值 今天盤中還貶值創近期的新低 所以你說那個川普簽香港法案 到底會不會有影響 如果我從日圓的角度裡面來看 我沒有看到什麼變化 我沒有看到什麼變化 但問題是整個台股盤整了一個多月 那到底12月分就下個禮拜 這個盤有沒有機會 現在怎麼看 好 各位 我們仔細看 我近期在我們的Line Edge裡面 我們都說我們已經在規劃 12月分的走勢 當你看到今天這個盤 你會覺得好像也是在預測當中 好 為什麼在預測當中 你仔細看 我11月27號 我把12月分台股的重點分析 我放在我們的Line的首頁裡面 對不對 我那時候就跟各位說過了 如果說你不了解的 你就去稍微看一下 有的時候要賺錢也不要偷懶 你兩分鐘都不願意花 你要怎麼賺錢 今天你看我的節目也好 或你看我的Line也好 他說沒有 你不用花任何一毛錢 我要讓你知道未來的盤勢 甚至我要讓你知道未來他要怎麼走 所以你要怎麼做 好不好 你來看 這裡面我寫了一段 蠻重要的話 12月份的台股會怎麼走 你注意看 當時我們在這個技術面上面 我是怎麼跟大家說的 我念給你聽了 12月份在技術面要注意什麼 月線成本的提高 下週起月線成本將開始來到今年的高點區 所以技術面必須要守穩重要的支撐 否則月線會有下壓的風險 如果說我們就以日線型態跟月K線來看 我說這個位置區 因為盤勢時間我不要去念指數 這是一個多頭重要的一個關鍵 如果說以這個位置 你注意看 因為盤勢時間我們不念數字 因為我們不太適合在盤中念這個 如果說這個位置失守的話 我說多頭要稍微修正了 但是這個是12月份 應該上旬過後你要留意的地方 有沒有是不是很清楚 好 各位我今天畫線給你看 台北股市今天一個跌下來之後 讓你看到跌破月線 這代表的含義在哪裡呢 剛剛我們在我們這個 LINEX裡面的首頁 我跟各位說過 這個禮 應該說12月份開始 很重要的一個重點在哪裡 就是這個月線的成本 到今天為止是來到這裡 來到這個位置區 那你想想看 這一波最高點在11668 也就是說你下個禮拜開始 禮拜一 禮拜二就來到高檔區 就來 月線成本就上來了 所以你台北股市 在這種走區間的盤局裡面 你會發現一個特色 就是從9月份過月線上來的這一段 你都會看到 漲的時候好像都有量 對不對 都有量 那代表什麼 有那個攻擊的味道在 可是為什麼11月份的指數 它沒有辦法很明顯的攻擊 你看這個量就知道了 除了前幾天MACI調整權重 但是到現在為止量都沒有增加 有沒有 你看這條是月均量 所以台北股市它陷入在一個量縮盤整的狀況 但是這個盤整現在最重要的重點在哪裡 比如說你盤整都沒有關係 反正你量縮也不會量價失控 那只是指數它沒有攻擊的訊號而已 所以台北股在走量縮區間的時候 我們現在要留意的是 前低這個位置 它不適宜去跌破 為什麼 因為如果說你前低的位置跌破的話 因為你現在月線成本是不是都上來這個位置去 對不對 那如果說你跌破這個位置的話 你現在未來的月線會下壓 所以你整個台北股市在省了12月份的走勢裡面 如果你量不出來 那當然台股的震盪就會比較大 那當然你問我說 老師 那如果說台北股真的破月線 那這個地方真的破前低 然後月線下來的話 那台北股是不是不能做了 我倒是未必 因為你這一波在拉高的過程裡面 它是沒有量 所以它沒有量價失控問題 那到時候如果說真的是讓你看到 破前低台北股市月線下來 那當然整個台北股市的整理時間 它就是拉長了 當你拉長之後 同樣的操作的過程裡面 重點會在各國 我講得很清楚 我跟他講我沒有磨擬娘可過 你今天看我節目也好 或者是你今天看我們的Live S也好 今天我都是告訴你未來 其實這樣的一個模式 就跟什麼一樣 你注意看 就跟當初8月7號那個時間點 富經節前一天 白股前面是不是有兩波的下跌 當時大跌下得要死 因為我也不知道貿易 美中貿易戰怎麼樣 然後到底情況會怎麼樣 現在都搞不清楚 但是當時你還記不記得 台股跌下來之後 我跟他講這地方先走區間 區間的目的 我那時候跟他說要等月線下來 對不對 月線下來台北股市供月線時間 我說在下旬 所以你會發現到 同樣我們用月線來看 當初8月底9月初 是不是上月線開始攻 對不對 那你當台股漲多之後 來到這個時間點 又亮縮的話 先入整理盤 那你現在最重要的重點在哪裡 你要看一下 前面低檔位置能不能守穩 如果不能守穩的話 就像我跟你說的 9月份的整理是在所難免 整理時間拉長 但是因為他高檔沒有爆量 所以你不能說他多投結束了 他只是整理 所以你要懂得去掌握個股的操作 OK 好 所以這就是我跟大家說的 為什麼有的時候 我們會稍微雞婆一點 會去跟你分析說 到底未來的盤我要怎麼看 為什麼這幾天我說 你一定要看我們的Line 因為我告訴你是12月份 你的12月份你看不懂 你就會亂做 所以我跟大家講 大家都想賺錢 可是你盤看不懂 我問你你現在怎麼買 你不知道要買賣什麼 所以當台北股市間跌下來 雖然是跌了白點 可是指數來到11668之後 這一段的走勢裡面 有讓你看到跌很多嗎 沒有 可是為什麼你會擔心 為什麼 因為你的股票買在這裡 對不對 如果你的股票買在這裡 你怎麼不會擔心 但是 同時沒有 我可以跟你講 你看我的節目 你不應該股票買在這個位置去 為什麼 因為當時我們在Line S裡面我就跟會講 我8月份告訴你那是底部 整個9月10月一路往上攻 但是供上來我不是每天叫你買 10月28號我就告訴你 本週操作你不要追高 要逢高調節持股 所以那時候我也跟各位講過 很多股票我們從低檔買上來 已經賺一個波段了 我們的會員都在高檔全部獲利出清 所以我們從10月28號也告訴你 這地方你要逢高調節 你不要追 我是不是一直跟你講 這個位置的股票不要碰 你反而要把資金再移過來 所以你會發現 當你看到今天台北股市 怎麼搞得跌白一點好緊張 怎麼辦怎麼辦 好像世界末日 有這樣的心態一定買錯股票 為什麼 你注意看 有些個股 到今天為止還在創低點 但是問題是你有沒有回頭去看看 這些股票漲多少了 都已經漲了一大段了 你後面再來追 追到現在為止 你看從250跌到現在170 股價跌了80幾塊 你一張賠8萬 你怎麼會不緊張 再來這類型的個股 今天還一堆 你看訊息 股價從高檔打下來之後 好不容易前兩天反彈 但是我跟各位講過 這些股票高檔的股票 反彈也不要買 結果你會發現 一反彈起來 你有沒有看爆大量 爆大量代表什麼意思 一堆人要解套 一堆人要跑 結果你還進去買 幫別人解套 結果現在你在套自己 所以我就跟他說 很多時候 我們在跟你分析的內容 你要稍微仔細看一下 因為我們是用 有邏輯性的跟你去做分析 當你能夠了解整個盤勢未來的發展 你才知道怎麼做 好 當然你現在問我說 老師那現在怎麼做 現在要怎麼做 我剛剛跟各位講過了 指數來到12月份之後 慢慢的月線成本上來 既然你月線成本上來之後 你就要注意 前提不可以失手 如果失手之後月線下壓 那代表人說 因為真的漲太多了 你的整理期就是要脫長 當你整理期一脫長的時候 同學 那個其實答案都出來了 為什麼 你想想看整理期脫長 那一定又是那樣說 就像今天我也一樣 台北股市今天跌下來 可是成就要亮到收盤 只有1100多億 可見的未來的盤勢 他的整理期就算脫長 他還是漲個股 還是以個股表現 所以你要懂得去做什麼 這個位置的股票 好不好 那到底什麼樣 是這個位置的股票 我要怎麼樣幫你 把資金掌握到對的方向 待會回來 我再跟你做解說 好不好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每次會買101 每趟折頂36塊 101以上 每趟折頂72元 台灣大車載有勝一法 最年輕 運達總部 核心操盤團隊 同住您 不再旺鼓欺探 特別開放專線 讓您立刻享受 財富的擁抱 立刻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讓您發很久 發很久 02-8773-8859 運達總部 核心操盤團隊 幫助您 不再旺鼓欺探 特別開放專線 讓您立刻享受 財富的擁抱 立刻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讓您 發很久 發很久 02-8773-8859 運達總部 核心操盤團隊 幫助您 不再旺鼓欺探 特別開放專線 讓您 立刻享受 財富的擁抱 立刻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讓您 發很久 發很久 02-8773-8859 車怎麼開的 你怎麼看呢 避防二次交通事故 有法寶 一 開啟危險警告燈 在適當距離 放置車輛故障標誌 或其他明顯警告設施 二 拨打110報警 或119救護傷害 三 郵會車輛位置 可用手機拍攝機震 四 無人受傷時 將車輛移到 不妨礙交通的地方 有人受傷時 當事人均同意 再移動車輛 五 在路邊或路外安全的地方 等候警察到場處理 預防二次交通事故發生 放波話疑等 就對了 好 換位到現場 今天台北股是跌白點 大家比較擔心一點 那目前盤是跌122點 但是間諜下來 還是那樣說 因為一股到縮盤 大概1100左右 所以指數還是維持在什麼 漲多的一個區間 好 但是這個區間 我們在這幾天 在節目裡面 或者是在我們Line S裡面 我們就跟大家講 12月份的操作裡面 可能要注意一個關鍵點 剛剛我們跟大家講過 12月份 因為月線成本上移的關係 那你又量說 那你量說只能維持整理盤 所以這個整理盤 到目前為止要留意的就是 台北股市不宜去跌破前低 否則月線會下壓 所以到時候台北股市的整理時間 他會拖廠 他會拖廠 但是因為他的高檔沒有包量過 所以這個籌碼還沒有亂掉 所以這地方只是整理期拖廠 所以整個操作的重點 是放在個股 可是個股怎麼做呢 我們從10月底之後 我們就跟大家講說 很多股票你要高點賣 我逢高就先把它賣一趟 舉例來講 8月底的時候我跟大家講 被動元件嘛 所以我華星科漲了45塊嘛 我拉高的時候我就賣了 你再仔細看 可曾我們在9月初的時候嘛 然後創新高那天呢 我們大概在差不多50 只要52塊左右我們把它賣掉 好 我們把它賣掉 所以你會發現啊 漲多的股票 是不是有拉回 漲那麼多了嘛 你不給他整理一下怪怪的 對不對 所以整理很正常 重點是你高點要賣 那我這天跟他講 那個還沒有跌 也就是說還在高檔震盪的 你要小心 你看前幾天我就跟他講 這個地方買完 拉高 我沒有賣最高啦 拉高我賣掉 賣掉之後你會發現 你後面進場去追的 到現在為止是套牢的 而且他現在都跌破10月以來的低點 所以當初叫你賣對不對 是對的啦 好 那這些資金賣掉之後 我要做什麼股票 什麼樣的個股是這個盤 這個時間點他要動的 有沒有 我們的Line也講得很清楚 好不好 你來仔細看 11月21號 那天台股跌白點 什麼叫台股跌白點 這一天有沒有 當時大家都嚇一跳 怎麼辦呢 這盤要結束了 我說沒有啊 因為當時我跟各位講過 你台北股市會不會結束 你這地方你去看日圓 你日圓都在貶值沒關係 為什麼 因為當時5月份 美中貿易戰的關係 日圓升值 8月份升值 所以資金跑過來 到現在為止 川普雖然簽那個香港協議 可是你日圓沒有貶 沒有跌 沒有升 所以到現在為止資金沒有跑過來 但是你的資金要怎麼去做 我那時候跟他說 那天跌白點 其實他資金已經開始 移往中低價的股票 那你操作的方向 第一個就是低階電子 低檔位階的電子 那再來呢 另外一個重點 我跟他講說 由於台股整理期會拉長 加上量縮 所以說你接下來要留意什麼 升級股 為什麼 你升級股跟指數沒關 你不需要大量就可以上漲 所以那時候我就是跟他講過 你看 我跟他講什麼 中欲號頂 有沒有 中欲號頂 我說 這兩檔個股只要一檔站上月線 中低價的升級股就會開始發動 結果跟你講的時候 那時候 個股都沒有站上月線 你仔細看 當初跟你講的中股 還沒站上月線 當初跟你講的號頂 在低檔都還沒站上月線 可是為什麼沒有站上月線的時候 我會這樣子跟你講 這就是我跟大家說的 我不是叫你亂槍打鳥 我的講法跟其他老師不一樣 不是我看到今天漲這個 我跟你講 明天漲那個我跟你講 你會發現 奇怪 老師 你這個老師怎麼搞的 每天講的股票都不一樣 對啊 這個盤就是這樣 每天動的股票不一樣 你看到漲你就要追的話 你會買一堆 真的你會買一堆 但是我讓你集中火力 我就再鑽它一個波段 所以我跟他說 我要給你穩健的操作 什麼叫穩健 你是要坐駕還是抬駕 你是要坐駕還是抬駕 有沒有 那我是叫你坐駕還是抬駕 你仔細看 當初號頂在月線之下 我就叫你買 而且我賴也告訴你 不是說在大漲之後 我再來跟你講說 你看這個股票怎麼樣 這都是一般市場上面的講法 但是我不是啊 所以我說我低檔的時候 我就跟你說 所以當時132附近 我跟你講號頂 結果一個昨天藏紅上來之後 你會發現到 當你低檔買完 你會發現 哇 這指數都不動了 耗在這個地方 方向對 只要掌握資金的流向 你就賺得到錢 因為從低檔買完 你看昨天這一上漲漲了12塊 你沒有追喔 你是買在低檔喔 前兩天慢慢漲慢慢漲 一堆人都還想說 這是真的假的 但是你看我的line 你跟著我操作 我就是讓你先買低點 買完之後一跟起來 各位一張你賺超過1萬 當然先生會回答我說 老師你看那個號頂 今天押回耶 又怎麼樣 你買在這裡 又怎麼樣 到現在為止你還是坐在較上 對不對 而且我認為 如果以中玉號頂 這兩檔個股的輪動來看 你看中玉 今天是量級說 你也是買在低檔 月限之下 在這裡 月限之下 對不對 那我認為從外接的角度裡面來看 下個禮拜應該要先動中玉 因為你號頂已經漲一大段了 這邊稍微震盪一下 沒關係給他洗個牌 但是下個禮拜 中玉間量級說補個量之後 我認為下個禮拜他會創新高 他會創進行新高 所以我就跟你說 當這兩檔個股當大一動起來 中低價的就要來了 好 所以你會發現到 什麼叫做中低價的就要來了 你沒看前百元 你有沒有發現 昨天之前你會覺得說 好像跌不下去了 好像那個底油打出來 對不對 但是當你看到 今天那盤怎麼跌下來的時候 你看 他今天一根長紅起來 結果就是漲停板 為什麼會這樣 就是因為 這個盤就如同我跟大家講的 應該說你到下個禮拜就12月份 你整個12月份 目前整個台股 因為你從8月底開始一路漲 漲了1000多點 你說這個盤都不可以休息 你太強人所難了吧 你自己去爬山看看 你爬到一半的時候 你總是會休息一下 你叫人家股市不要休息 也不合理 所以適度的整理 適度的休息 我覺得是好事 但是對你而言 你會擔心是因為你股票買錯了 所以我跟他說 當你台北股市如果說 這個地方如果說 台北股市前提如果說 真的失手的話 那真的是整理期拖廠 但是這一拖廠的話 你量還是縮的 你量縮 你當然這個地方適合什麼 就像我跟你說的 跟指數沒有關係的股票 但是當跟指數沒有關係的股票 他又面臨到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 就是說這個地方的股票 他有機會要開始往上漲 但是這個地方的股票 他這個地方 他在席月底的時候 已經告訴你了 這個地方漲多的股票 他就是要休息 所以你會發現到 到今天為止很多股票 他就是這樣子跌一段下來 已經漲很多了 你還在追 我也覺得很奇怪 對不對 你看這些股票 到現在為止是不是又跌下來 對不對 你看 之前我們在可乘 我們高點賣掉之後 今天又跌下來 因為你在追 可是你有沒有想到過 如果你當時照著我們的模式說 漲一段的股票你就賣 反彈也不要理他 就是不要了 你現在就是把資金移到這裡 然後你想想看 如果你手上的持股 現在套這一段 如果你當初不去買這個股票 你當初跟著我們在低檔 去買這個股票 可不可以注意看 這些個股 你去追沒有用 現在都創低點 對不對 如果你把那個時間 你把那個資金 移到這個 等一下 移到這樣的個股 我問你現在賺多少 你一張賺一萬 真的你一張賺一萬 可是當那個機會到的時候 你往往就錯失掉了 說句說好真的是滿可惜的 我跟他說過 你看我的節目你賺得到錢 可是為什麼你不賺 好 你去看盤後老師的節目好了 反正每天就是把那個最強的股票 跟你唸一遍 問題是沒有用 已經收盤了 所以真的能夠幫得到你的 就在這裡 好不好 就在這裡 禮拜一的時候 我們會推出一個 加強版的Light S 什麼叫加強版的Light S 未來我們會針對領先法人 去幫你推出一些 強勢的單股 我會告訴你什麼樣的個股有機會 再來另外一個重點是 事實的一個技術分析 我要教你一些 別人學不到的 你在外面學不到的東西 好不好 那也歡迎各位 禮拜一準時收看我們的節目 禮拜一 加強版的Light S 我們即將推出 歡迎你加入我們的Light 好不好 祝大家操作順利 禮拜一見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